哈喽各位伙计们大家好 今天是努力端正的小伙赶来为您播报 近日高伟光在鬼吹灯之龙女名副中饰演的这姑少引起乐意 在剧中高伟光饰演的这姑少身穿粗布长袍 造型简单 虽然这个角色经常灰头土脸 但依旧难演高伟光帅气的脸庞和犀利的眼神 尽管高伟光在剧中只是出场不多的配角 但他的表现依旧十分亮眼 甚至有人说高伟光之后再无这姑少 因为他真的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很难有人还能如此让观众幸福地诠释这个角色 其实在2019年播出的《鬼吹灯之龙行箱》中 高伟光就演过一次这姑少 看得出在这些年中高伟光的演技有了不少长进 而在此之前 他所饰演的B君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作为演员 高伟光接近40岁才有大火的趋势 称得上是大气晚成 他一路走来也十分不易 高伟光在25岁才参加高考 毕业时已经快30岁 如今37岁才开始红 这在当今娱乐圈是少见的 但是酒香不怕巷子生 期待高伟光能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和角色 好了 本期播报到这就结束了 看完记得跟努力的小伙点关注哦